我們來講勇氣發展 是不是勇氣發展 怎麼那麼快 對啊 怎麼那麼快 我們在災害就講到勇氣 跳太近 沒有跳啊 不是啊 你從災害到勇氣 我們剛剛講的西洋 西洋 你現在講的是天然災害的部分 台灣不要讓發現的天然災害是哪些 第一陣 第一陣很難過對不對 秀一寶 啊 啊 我沒有笑 你叫他不要這樣笑嗎 你可以不要讓他笑嗎 有時候我不要讓他笑 我還會笑啊 秀一寶 這個笑得這麼酷 不是酷 是張肥啦 在這個章節我們討論 我們先討論天然的問題 還是討論人文的問題 人偽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們討論怎麼去 盡量去避免 避免這些問題 其實很簡單 我們來示範一下地震 地震 我們介紹地震就是討論地震的形成原因 地震形成原因哪幾個 台灣的位置 台灣的位置剛好處於 偶要板塊跟泰苗板塊的交界 泰苗板塊再過去 然後擠壓擠壓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變形啊 過碎啊 能量釋放啊 就造成低陣 斷層 對 壓太急 趕快新入地會出現嗎 他主要是擠壓 都有風水 風水的形狀 這樣子新入地會出現嗎 新入地會出現嗎 新入地會出現嗎 其實台灣有 所以大部分就是算新入地會出現 那為什麼板塊會碰撞 板塊碰撞主要原因是什麼 熱對流 誰的熱對流 地震那種 地震的熱對流 沒有錯 地震才移動 地震 然後順便退用了 他就退動 對對對 他整個上面的陸地板塊在漂流 漂流就會移動 移動就會整個起家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很大的板塊上面 板塊的 它是漂浮的一個 對啊 現在目前所有的地殼就是板塊 都是板塊 地殼 你看到地殼 這兩塊東西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研究生態的 研究生態的 研究生態的 哇 生態過來了 然後怎麼看 現在不用理他 他是 他還不像現在的災害 沒有假 聽到你才說災害 沒有聽到你之前說不災害 他扯他破壞到我 什麼 他破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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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破壞到攻擊你 什麼的我啊 沒有一個氣 氣要瘋 他不然看到小孩 在裡面 有啊 有啊 陳炭 陳炭 不是我 我一直跑來救我 因為我剛剛阻止這個陳炭 這個陳炭 他在裡面有 OK 所以地震 目前來講 我們比較清楚 在台灣的地震是 掌快影響 那還有什麼 一些影響會造成地震 火山動 火山動 還有火山爆炮會造成地震 還有滿別的 我看一下喔 地震 下雨會不會造成地震 下15 下雨 最近很哏啊 下雨會造成地震 下雨會不會造成地震 會啊 好像會啊 對 曾經有一個藝人腳 藝人腳 然後被打槍 被打臉 然後後來被那個什麼 Iris 國二有一個 國二有一個 路文 他說 血死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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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地震 他主要是在地震 還在地震 然後變冷 他可能 他會影響 對 會影響 不是啊 我應該是說 可以把雨滴 產生很多很小的雨 很小的雨 很小的雨 因為他有人比如說 噢 我的天啊 你不是啦 你不是啦 多恐怖啊 很噁心耶 大冰的很小的雨 不能這樣 像我彈你 我用一倍的力彈你 十下 跟我用十倍的力打你 一下 你受到的傷害 是不會沒有辦法的 你也懂意思嗎 我譬如我拿那個球 這樣子敲一百下 他不是累積起來 敲一百下 你那個球會怎麼樣 沒有這樣 要是把這所有能量 加起來 一直放下去 你的球會怎麼樣 把它打波 壞掉 對啊 小雨滴 小雨滴的造成影響 他剛剛有解釋 就可能是雨滴 伸到地殼底下 再生一點的時候 因為那邊可能是熱浪輸錯的關係 他有可能造成 熱浪輸錯的關係 造成他的地殼的變動 所以這個可能就會造成地震 OK 所以下雨 或許真的有可能造成地震 好 下面有很多那個我們的地層的那個 板塊的 雨滴界線 你不是嗎 沒有 你沒有搬到那邊吧 沒有 沒有 拉過來 喔 喔 你會已經到這個了 對 那地震的時候呢 我們在飛機地震 通常會有幾個專員 一直大家記得一下 所謂的震 震 圓 什麼 震圓 薛宇 我在聽 地球表面 然後呢 假設這是地球表面 我聽到這邊 你要離開地球表面 然後呢 我們在地球表面下巴 又有一個地方可能 假設有幾個力 假設那邊有人 用盒子吃爆 用盒子來爆 這個爆到那個點 就算是正圓 OK 正圓 正圓呢 產生了之後 我們把它投影到 這個地球表面那個點上 這叫正壓 正壓在哪裡 這叫正壓 正壓 所以通常在正壓 正下方就是正圓 正圓 然後有時候想說 地震深度是5公里 地震深度是10公里 地震深度是12公里 指的是從正向到正圓的距離 OK 這樣知道嗎 好 接下來呢 震爆到了 或者說震動了 震動中 這是自然的震動的 產生的能量 這叫什麼 地震 地震的規模 規模的國大 就是想的是說 它這個能量多大 不是放人量 欸 修一 不要放我的電腦 不要 修一 你不要 他自己了 他感覺到殺 人是殺的 他還會甩 不是啊 修一 不是 修一 他把你的肥油誤換成蜂蜜了吧 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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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他到了 看 修一 不是那一隻 比較肥的 要換他就會 OK 沒有 他等一下 你這樣換他就會死 你也請解 不是啊 修一 沒有人看你 是他吧 你不用誤判的是蜂蜜的 好 不讓他先釘了 好 所以呢 這整個地震規模就是他釋放出來的量多大 通常有時候講說 這是幾噸幾噸的黃色大藥 用那種標準來看 但這樣也不是肯定 所以通常就叫做 瑞士地震規模 用瑞士地震規模來講 瑞士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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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不出來 我講不出來 他這邊寫 有個課本上面寫啊 Charles Francis Ri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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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個他計算的 那 通常這個規模呢 他就有不同的大小 而且他只有小數點 所以什麼 0到2.9級2.9 3.0到4.9 5.0到6.9 這是不同的地震 那7.03就是大地震 這是規模 那 我們如果搖晃的大小 搖晃程度大小 這是什麼 叫什麼 搖晃的程度 叫什麼 叫震度 正度通常就是1.2.3.4.5.6.7 就是這樣的概念 正度 正度 正度幾級 正度是沒有小數點的 正度 正度是沒有小數的 沒有小數點的 所以他這邊有分 像一般來講 有感地震的話在哪裡 從1級上去有感地震 微震 遙晃 遙晃一點點遙晃 輕震是輕輕的 你看燈會晃 這是2級 3級是弱震 防護會有震動 會有聲音 中震4級的部分 就有東西會傾倒 5級就強震了 有些強不就歸裂 然後會有裂痕 然後重的加律 可能會翻倒 6級就強烈地震 7級就劇烈地震 OK 好 正度的部分 像前陣體王 整個交通 你們覺得大概是幾級 4級 4級 我覺得大概是4級 4級 馬上 其實我們應該要做一個 演習的一個 6級 我們要稍微訓練一下 操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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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衝不去就好啦 操場上 對啊 2樓你要怎麼衝不去 一定要衝不去 跳下去 不能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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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從這邊跳去 那2樓你說 跑到1樓去 我跟你講 去過太多地方不危險 那個樓梯是危險的 那樓梯是危險的 沒有 其實我們也覺得 像任何一個地方都危險 沒有 閒到那兩個樓梯起台 但這個樓梯是危險的 因為這個地方是下降 這個樓梯比較 相對來比較危險 脆弱 對比較脆弱 那我會覺得 2樓在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做幾樓梯 大家來學習垂降 你那個時間會太慢 你真的要跑 就假如這種地震要跑 大概只有幾秒鐘 不到1分鐘 我覺得那個 外面那個角落 那個柱旁邊是比較安全的 我覺得啦 要在那邊用一個鋼管 然後你跑的時候 最好是呢 最好是有個 有個 你的頭要保護住 然後你看 書包路有書包書包 拿著 路有這個頭 我最後一張照裝在幹嘛 我最後一張照裝在幹嘛 保護自己的頭 不要被卡到 然後 然後 然後如果在1樓 當然1樓這種超很好 就跑到那個樓板 掉下來不會 放上機頭 不會 不用跑太遠 不用跑太遠 直接跑到草 一上就超過安全 來抽場 我覺得地板教室最安全 地板教室最安全 地板教室最安全 雖然它那個支撐的不平均 但是 因為它是有不平均感 它可以整東倒啊 地板教室我沒有覺得比較安全 因為地板教室它的太寬闊 它中間的柱子都拆掉了 對啊 它支撐的臉很少 它地板教室整個太空空 它那個支撐的柱子沒有了 像我覺得這台教室還很安全 是因為它的支撐柱子都有 對 我們老爺就走了 你看像在這一塊 這一塊的支撐 你看柱子在邊 柱子在邊是距離很遠的 所以這兩 你看這兩邊 那兩一樣粗對不對 那你覺得 這邊的兩比較容易斷 才那邊兩比較容易斷 你覺得 這邊兩容易斷 那邊兩容易斷 這邊的兩容易斷 因為它距離太遠 對不對 假設你的附帶中央是一樣的 那邊的 那邊相對強度比較高 同意是嗎 有聽同意是嗎 有 所以新的夾身 會不會改出來 所以我認為我們夾身 要躲 躲在這個走廊 比躲在教室安全 躲在走廊 比躲在教室安全 躲在走廊 比躲在教室安全 好 那個燈會更強 我告訴你 地震掉下來 好 好 那感覺還行 然後地震呢 造成損失傷害 所以我們的房主辦 拿到他這些影響 他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就是像海嘯 海嘯就是 三一一啊 補導那個也是海嘯的影響 好啦 我們今天上課到這邊 好 好